弟子身为晋宗道场护法 对专修专宏晋宗的出家中 总以慈人彼一身成佛之心 特别恭敬借力护持 若对修其他法门的出家中 虽恭敬恭养 但不多护持 请问这样的心态 鞭子护持三宝 是佛如法 不如法 大乘佛法 是叫你生平的意 不能有差别 有厚词不笔 你就有分别 你就有执着 你的烦恼 谢谢 你想对不对 佛在金刚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都能够帮助众生 得到一心不乱 得到大彻大悟 您心尽心 所以法门 是平等 不平等的 是众生 众生的 更新 不平等 众生的业劣 不平等 所以佛这么多的法门 平等法门 让众生自己选择 适合自己更新 适合自己兴趣 适合自己现前生活环境的 学起来就方便 容易沉寂 但是为什么要开这么多法门呢 法而入世 本来就是这样 这个我们在华严经上 明白了 出生无尽 法门也是出生无尽 法法皆然 能不能欺如 就看你能不能一心 一心就欺如 所以我们修行 行事行为 错误的行为 修事修真 我们错误的行为 就是我们的妄想 妄想太多了 分别太多了 执着太多了 那这个些念头起来 马上要把它消除掉 念佛的人怎么消除呢 就念神阿弥陀佛 就消除了 就发觉 这个法门方便 效果殊胜 这什么叫会念佛了 念头采取 阿弥陀佛 念头没有了 这叫颠覆 把分别心念掉 把执着的心念掉 那这烦恶呢 把喜怒该落 念掉 保持 清净平等觉 就对了 清净平等觉 就是佛 所以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一切众生的真心 是清净平等觉 不清净 不平等 迷惑电倒 这错了 这不是真心 忘心 忘心采与这些事情 真心没有 这个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 我们这个道场好处 未必 就是天天在一起学习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众生确实非常健忘 所以我们功夫 不能成就 原因在此 古大德才提出 常识心秀 这有道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